2017年夏天 我们在上海跳水队看到了正在视讯的陈玉希 因为长期在泳池里泡着 小姑娘的头发已经褪色发黄 保护带是正式跳水前的预言 陈玉希正在模拟的动作是十米跳台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这组动作是上海跳水队的看门动作 也是世界大赛中的热门动作 儿童节还每满十二岁的陈玉希 第一次上海跳水207C 被教练拉到身边去 算是上海跳水队对优等生的特殊待遇 说什么都许说了没有啊 好 许说了 实际上在哪儿都知道了 好 对高空掉落的恐惧 对高难度的畏缩 都是人的本能 而只有克服这些恐惧 才可能成为优秀的跳水运动员 真轻松 好了 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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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害怕动作变形 再次失败 没有惊喜 这个年龄的运动员 往往很难自己战胜恐惧 这时教练员就不得不推一把 逼一下 这种严厉是种鞭策 也是帮助 但最终 要靠运动员不断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个月后 上海跳水队从东亚大厦搬到了十公里以外的梅龙基地 在训练馆外 陈玉希也和同龄的女孩一样 喜欢看综艺节目和偶像剧 此时没有人能想到 四年后 他会代表中国 站上奥运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